選擇 英超終於開羅了 在疫情之後 第一個就是,回復正常的求規 很多觀眾都可以回來主場看球 包括我 今天在士丹福橋是非常之虛憾 車路士第一場比賽將會主場對著水晶宮 希望車路士這個球季有個好開始 其實這麼久沒進去士丹福橋球場看球 這次看球真的有回到家裡的感覺 雖然之前也去過士丹福橋附近的酒吧看球 但入場的感覺當然不同 看著一街都是穿著車路士球衣的球迷 真的有點打爛震 而球場的外場亦都換上慶祝歐聯冠軍的slogan Champions of Europe, we know what we are 而入場都是跟之前歐國杯類近 都是要展示你的疫苗證明或NHS的COVID pass 給保安檢查就可以入場 而球場裡的餐飲區域都是翻新了 裝修都新正了不多,也有重新柔柔 英國球迷就喜歡在比賽開始之前在這裡喝一兩杯啤酒 跟其他球迷出水 整個場面都挺熱鬧的 我那天沒吃到lunch的,所以都要在這裡買東西吃 在這裡給我入場提示大家,就是用CFC Express手機apps訂食 比現場會更加便宜 你看看這裡的Bridge Burger,足足便宜了近1.5磅 而第二個提示就是關啤酒事,就是不要去賣食的地方賣啤酒 因為這些地方就是把罐裝啤酒倒入杯裡 罐裝當然是沒有山啤酒那麼好喝 如果想喝山啤酒就要去Cross Bar 就是一些專門賣酒的攤位 我先點了一個炸雞Burger 打開包裝之後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你是不是拿錯東西給我 你放出來的照片這樣才對,帶一個馬 打開一看就更悲哀 讓大家對照一下 我都不說那塊炸雞是否中了輻射 但為什麼會由一片片的酸瓜變成鹹酸菜呢? 那什麼炸牛蟹啊? 鹹酸菜 你都幾開字了 我沒什麼醬 雞肉很乾 很難吃 不過進場後就看到史丹福橋球場滿座的風景 食物都很難吃都馬上忘記了 来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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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薯條放了很久,有很大股油溢味 BBQ醬很淡,沒有BBQ的味道 表面不是芝士,而是薯蓉 把薯蓉放在薯條上,也是很奇怪 總體來說,難吃啊! 比賽中二十四,律師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需要改善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車路士旗開得勝 我的心情亦都跟當日的天氣一樣好 見到重新滿座的球場 心裏多或少都有點感動 因為真的很久沒試過入場看球 而今日這張票就在車路士官網的Ticket Exchange 買 在比賽之前 如果貴票的持有者不可入場 就可以在這裏出售門票 如果不是大戰的話 一般都很容易買到 當日的位置就在West Dan Lower 價錢就是61磅 如果有觀眾會來球場看球 不妨找我一起看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留言、讚、讚、訂閱 Benson講英超 追蹤我的Instagram 就最好 下次我再帶大家去看球 BEEP BEEP bung B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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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